弟兄和睦督的同居是何德的善何德的美 四天一百三三天一節 我們曉得萬事頭之下的效益 叫愛神的人的衣術 就是按他死地被招的人 龍馬書八章的法節 舌頭就是火 在我們白體中 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 能誤會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輪子填起來 並且自從地理給招者 講歌書三章六節 若人在基督裏 他就是新造者 就是以過都會成新的 跟著後書人上其集結 好 我們四年讀經 我們四年讀經是每天讀四分鐘 四年聖經就可以讀一次 那進度沒有改善的請各位讀起來 今天回去要讀地位記十七章到二十二章 來 這個還是要再講一次 我們的舊約摩西五經 然後歷史書 這個是詩歌智慧書 這個是大小限之書 那這個是有時間在走的 第二季因為沒有懂 他一直在信仰山 所以他把它打到上面去 然後接下去 因為明書記第十章都會開始走的 所以在這邊一直在教教教 在這個地位記 他停在這裡都沒有動 所以可能讀起來有一點很煩 因為跟我們現在的不太一樣 來 除了一例講律法 立法基拉講救贖 講救贖要親近神 但神說啊 我是聖結的 你們也要聖結 所以你們要怎樣來親近神 要聖結去親近神啊 所以有人的聖結 怎樣去接近神的聖結 就是第一在施放上 第二在生活上 那在施放上啊 他就怎麼樣 有一些祭祢 所以他們有五個祭 五個祭 然後一些現祭的祭祢 歷史很多條例 來 請問那五個祭 祭祢 照思緒 反祭 平安祭祭 宿祭 平安祭 祝罪祭 祝罪祭 祝千祭 照這個思緒 很多祭 然後 接著下去呢 就要怎麼樣過聖結的生活 有這些規定 好 第一個清潔力 清潔力呢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把它分配出來 不清潔 不清潔 所以從這邊就有很多開始 從食物上啊 什麼這些 那食物方面呢 食物方面 他們有規定 什麼可以吃 什麼都可以吃 那到後來呢 包括一句話 什麼都可以吃 就通通解決了 所以對我們胃腸科都沒事了 不然我要講哪一個好不好 都來問胃腸科 好 接下去呢 就數罪日 這個非常重要的 一年一天 我們台灣是七月十五 他是七月十六 七月十號 那七月十號這一天 全部人通要來 要數罪 這個規定 怎麼樣 規定很清楚 好 那天要為大祭司 為中祭司 為全會 為聖守 為慧膽 慧慧慧慧慧慧 通通要處罪 然後要找一隻戴罪癢 這隻癢叫做阿薩歇勒 他就是意思就是說 屁罪 屁我們 屁他們以色人 全部人擔當罪 然後放出去 好 那這禮拜回去呢 剛好就是讀 另外的聖結 是十七章到二十二章 就講這個聖結 真的 來 講這些 食物的聖結 呼應的聖結 道德行為的聖結 然後不聖結的話 怎麼處罰 然後那些祭司 祭牧 怎麼樣聖結 通通在講聖結 來 來食物 就是大概 獻祭的時候呢 不能夠亂地方 那個 要在會目旁邊 不能夠到外面那什麼地方 他會跟你規定一些 獻祭的地方 第二 不能夠吃血 那是現在因為 你們會發現 別的教派 有人是不吃血的 那我們 這個賞法會是來 遵照寶寶寶講的 什麼都可以吃 你不要吃 就不要吃 好 第十八章 講婚姻的聖結 這裡面的婚姻呢 它主要是講亂倫 亂倫 然後它 裡面通通講說 不可以落水的下滴 不可以落水的下滴 就是 不可以跟它發生關係 那 那邊講 通通是 那個 一些亂倫的事情 那這個 到後面會講怎麼樣處 這個是婚姻 第十九章 道德行為 就講很多 很多的道德行為 要孝順悟母 守安息日 不要拜那些假神 然後 你會發現 他在那邊講的 我們講的那個 孝順父母呢 其實 他講的跟 敬畏神是同樣的意思 很嚴重的 所以他後面會講 你如果對父母不好 的話怎麼怎麼樣 對不對 好 他就說 收一割床架的時候 不要把它割進了 那個掉下去了 就不用去撿了 那這個很重要 這就是叫 慈慧原則 如果沒有 這個原則的話 就沒有路德基 沒有路德基 就沒有原素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很重要 不要 不要收割 把它掉下去了 就不要剪了啦 就放在那邊 讓他窮人去剪 所以路德可以去剪東西 就是這樣子的 好 摘褲肉也是一樣 不要 把它摘蜂蜂的 掉下去就不用剪了啦 就放在那邊 那麼窮人可以去剪 就這種慈慧原則 然後不可以偷東西啦 不可以欺騙啦 都可以收謊啦 不要起假事啦 所以是說他們道主行為上很聖結 那他們勿工人呢 明天錢要給他 因為他可能拿那個錢 當天才可以買麵包啊 那你把它扣住的話 那當天可能就沒東西 去買錢 你去買食物了 然後你不要以為 籠子聽不到就把他作罵 然後蝦子你不會把它放石頭擋路 這是基本的原則 但是不要坦慕窮的人 也不要坦慕有勢力的人 不要搬弄示威啦 不要以民社為敵啦 好 這是對 都規定的啦 然後在白頭髮的人面前 你要站起來 所以元帳老進來的話 你們要站起來 我就是怕你們站起來 所以不要讓你們站起來 我們要尊敬老人 然後呢 那個 那個貼品啊 要公道 不要給他 偷啦 好 這些就是 裡面的 其實那都是很 講天講公義 公正的啦 好 第23案就是 前面有講的那些 或者是沒有講到的 這些不勝貼的怎麼處啊 都都有講 你說將額泥獻給摩洛 然後 他這個 額泥獻給摩洛 就是這樣子 他們用一個 做一個神像 摩洛神 那個摩洛神呢 我生出來 然後底下是火 然後你把那個 你的額泥 放在那個上面 給它烤 我們是說烤蜘蛛 烤蜘蛛對不對 那是烤額泥 就把它這樣 就是獻給那個摩洛 這個 跟他們講 你們如果 做這種事情的話 要把它打死 因為這個 這叫精火 或者獻摩洛 獻額泥給摩洛 是當地人的風俗 所以你之前進去的時候 摩西交代他們 居然不行喔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還是交回 那些痛苦要打死 然後呢 做萬分的等於 祝福神 所以這個呢 也怎麼樣 要把它死 因為在初衛基也講過 打父母的 要把它自死 所以這很嚴重的 那在十八章 剛剛有講到婚姻的 婚姻的聖結 那裡面講的那些亂語 還有一些淫亂 這些在這邊通常講 怎麼樣自死 怎麼樣出法 通常規定 好 那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 這特別提出來 講祭司 祭司跟祭母 要怎麼樣聖結 好像祭司 你不可以去摸到史詩 怎麼樣 通通有 有規定 祭司跟大祭司 在婚禮 在喪事上很多條例 然後祭司 不可以 身體不可以有殘缺 他不可以去獻祭 但是他可以來吃東西 你不能說因為他腳有什麼樣的 你結果讓他不心急 你不能吃東西 所以不可規定 身體有殘疾的人怎麼樣這樣 然後祭物要怎樣聖結 所以二十一章到二十一章 所以今天回去剛好整段都在講聖結 好 請大家請 上祭司 謝謝 謝謝